大家好 哎喲 今天又是水手服風格的Ryo啦 這時候一定會有人想說 Ryo是最近才喜歡這種水手服風格的衣服嗎? 不 如果大家去翻Ryo之前的照片的話 就會看到我在之前的直播節目 其實我有穿過長袖短袖 也是之前購買的水手服風格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真的出了好多好漂亮 讓我好喜歡的喔 除了我身上這一套呢 上一次開箱的BOGON21系列之外呢 因為上個月付尾款才想到 對好 我4月的時候我其實還訂了另外兩套喔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另外一個超薄品牌 PINKY WINKY的海峻Deep Blue系列 他們這一次呢 出的系列分別是有 OPE 就是ONE PIECE 連衣裙 那以及呢 分成上衣跟裙子的系列啦 那 因為我有點選擇性障礙 就跟包色一樣 我兩件也都包啦 只差沒有包色包起來啦 因為它另外一個顏色是水藍色 我覺得它太搶眼了 我太Q了 首先呢 是我手上的這件OP 請上model圖 我們現在換上連衣裙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跟圖片的效果比起來 應該 都很棒吧 嗯 那我拿到實體 我是覺得它整體的設計質感都還算不錯嘛 當然因為它就是質料是比較偏向 創意就是那種舒服部的術劑 整體而言我覺得看起來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摸起來也算舒服 就沒有到像我之前買的 就是比較貴的蘿莉塔品牌來說 那麼的質感那麼好嗎 好 那這件呢 我個人很喜歡的點 就是它的領子 因為它這個方向的領子設計的 你們看看喔 它背後 那一般的水手領不是就是一個方形 那它在方形下面還做了一個微微的角度 我覺得算是一點小小的巧思嗎 還有這種扣子的設計 那以及呢 它的裙子在上面的層層 就是類似白色裙的設計 底部呢 還可以看到微微透出來的 這個荷葉邊的部分啊 因為我覺得這樣其實很可愛 而且它的那一層內 也會讓裙子看起來 會再更有分量感一點 那再來 不知道它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它的領結的地方 它的領結是別增 是別增 別增 別上去的耶 其實個人喜好啦 也可以換成像這種比較大的 常見的領結嘛 但這個後果問題就是 換成了這種領結之後呢 它的領結太大 會擋到胸前這邊 扣子的設計 如果說你想要那種扣子跑出來的話 要用一般的那種領巾 自己打領結 搞不好會比較好 把它打成直的 像這樣 打成直的 喔 我們這樣有領結 又有扣子了呢 再來呢 我覺得 就是這件衣服有設計感 但是也是最有BUG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 大家已經看到了嗎 它袋子跑出來對不對 它如果拿掉是像這樣 那沒有用腰帶 它其實已經有稍微做一點收腰的設計 那有用腰帶就是會再有設計感一點 因為我們通常皮帶也要再 塑上去之後 不是會有一個多出來的這條線嗎 那它就是方便大家把這條線收起來 它都給你做了一個環 可以這樣收 可是 畢竟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剛剛只要稍微這樣動一下動一下呢 因為你沒有素的很後面嘛 動一下動一下 就是要嘛 它像這樣 吹吹的 要嘛呢 因為你往後拉 你想說我要讓它 不要讓腰帶尾巴掉下來 然後你這邊呢 動一動動一動 它就會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它就會這樣吹吹的 它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呢 理想上 這邊可能還是要 別一個別針 固定它一下會比較好看 但缺點就是 你要脫的時候 你還要拆別針 啊 好危險喔 然後這件衣服呢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就是檢查起來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線頭什麼的 就它線頭全部問題都在這 全部都是岔出來的線 但沒有什麼問題啦 就是剪掉就好了嘛 修緊一下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套之前 我剛剛發現就是 店家還送了兩個領結 然後也都是別針的 但是可以疊在胸口嗎 好像也可以耶 這筆胸口好像還滿快耶 那我查了一下我當初的 訂金呢 是付了99 那尾款是268 所以這一套是367 以蘿莉塔來講 還算是便宜的啦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呢 它就是分成上衣以及裙子的一個組合啦 我那時候看到圖片的時候 這個這個這個交叉的地方 啊 是這樣 好啦我們還是來看實際上升的效果吧 一樣請上model的照片 我今天遇到一個超級大危機 那它的上衣本來就是為了因為它裙子做有點高腰 所以上衣比較短一點 因為它會讓你就是 原本稍微蓋住 然後你伸手的時候呢 就會讓這個腰的設計 這個綁帶不會你若顯 結果殊不知呢 上衣跟裙子都是XS 然後我的上衣短到不行 我現在手還沒有伸出來 腰已經大跑出來就算了 然後這個裙子明明就是要做有點高腰 然後XS喔XS喔 怎麼會這麼鬆 現在就是一個我不拉住它 我的裙子會整個往下掉 不行我真的覺得這件衣服呢 model的照片太好看了 但實際 我覺得我踩到一個大地雷耶 它的尖線的部分呢 大家不覺得從鏡頭上看就覺得 那裡怪怪的嗎 欸這不是一個水手臨該有的樣子喔 這領子怎麼看都不對啊 這個尖線 這一件的版型基本上就是BUG 就是個做錯的BUG吧 是吧 喔怎麼看都不太對呀 這個尖線 不行 這一件 虧我對這一件的期待度很高 總之呢 這一套定金99 微款248 所以我也是花了347買這一套 就如果剛剛那一套呢 我勉強還可以給它10分 可能可以給它7、8分的話 這一套我覺得完全就是不及格的 先不論它會掉下來跟版型的問題 其實鏡頭上還是蠻好看的 剛剛那個大領結其實是它的 這領結還高一低 好煩喔 剛剛把它換掉後我還發現 它是有附帶子 所以難怪它做得比較鬆 完成 有啦 綁蝴蝶結之後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不過呢還是 無法迷糊 它上衣版型做錯 這件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Pinky Winky 海軍地服服裝開箱啦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套呢 OP的肩線 就是雖然穿起來卡卡的 但基本上 肉眼看起來啦 我覺得比例上 沒有那件那麼奇怪 那件真的太奇怪了 它的比例就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可能 為了讓上身做比較貼一點的 所以它的領口呢 有助扣子可以打開 我覺得穿得有點不好穿 尤其是化妝的女孩 我剛剛這樣換完之後 我發現 我上面沾了很多口紅跟腮紅 如果要穿這種服裝 那還是要先 穿好再化妝 好啦那 就是今天的開箱囉 希望大家看喔 會喜歡 問我推不推坑這一次的話呢 我覺得還好 好啦 那大家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記得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頻道